是你呀,小可爱,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是想看看书,还是看看姐姐我呀? 你还是这么贴心,不过今天有些不巧,我正好在处理一项工作,暂时没法招待你们喝下午茶了 哇,丽莎居然在认真工作,也太烧尽了吧 确实是呢,上次像这样埋头研究,好像还是在教练院的时候吧,久违的认真思考,还挺累人的呢 看你这么有兴趣,要考虑加入进来吗?陪姐姐一起重温学生时代如何? 不要突然把工作塞给别人呀 不愿意吗?这可是难得的跟姐姐一起携手攻克难关的机会呀,顺带一提,报酬也会相当丰厚哦 你应该知道,骑士团一直在进行炼金术的相关研究 但是大多数的课题都在实验室里进行,民众对炼金术的了解程度不是很高 这样的结果就是,花了许多资金投入的研究课题,却没能产生更广泛的作用 于是,秦打算在普通民众间推广炼金术的成果 现阶段来说,就是炼金药剂哦 平时除了图书馆的事情,我也会帮忙管理骑士团的药剂供应 再加上药剂学是我以前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秦看来,我就成了这份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但要兼顾民众的日常需求,就得对炼制的材料做一些调整 炼制的方式也要做适当简化 一来二去,原以为简单的课题,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呢 难道说是要我们帮忙研究吗? 可是炼金术的理论,我们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呀 不是的,姐姐已经想好了更适合你们的工作哦 虽然炼制技术的研究正在稳步推进 但如果不实际收集民众的使用反馈 就没办法知道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可如果要一边研发药剂,一边收集反馈 就需要效率更高的方式了 我想到的办法是,直接开一家售卖炼金药剂的商店 这样就能一边炼制药剂,一边了解大家的日常需求了 哦,把两项工作合并成一项 啊,不愧是丽莎能想出来的方法呢 是啊,而最适合这份工作的 当然就是我们骑士团的精锐,旅行者了 在教练院的时候,同学之间也会互相给对方的课题帮忙呢 小可爱难道不想体会一下这种青春洋溢的生活吗 说得好听,其实还是想偷懒吧 嗯,你果然很有干劲呢 等工作告一段落,姐姐会亲自准备报仇的 店铺的前期准备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直接到那边再聊吧 这里就是我们要开店的地方了 哇,这么多的准备,都是丽莎一个人做完的吗 这是骑士团的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哦 开店所需的启动资金是琴特意筹备的 炼制药剂所需的药材和设备得到了阿贝多和砂糖的支持 至于后续的物资补充,则是由后勤小队来负责 现在也有了你们的加入 姐姐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呢 这些天,骑士团已经对店铺做了一系列宣传 等我们准备好了,就可以正式开业了 事不宜迟,接下来你就用这几种药材试着炼制药剂吧 嗯,你已经顺利卖出第一批药剂了呢 这是个好的开始 至于之后要炼制什么样的药剂,就要参考市场消息了 根据近期发生的一些新闻,来推测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药剂 这是经营的必备技巧哦 听起来有点难度呢 别担心,姐姐已经贴心地帮你整理好了最近的市场消息 怎么样,对接下来要出售的药剂有什么想法了吗 那么就试试培育新的药材吧 这些药材经过了生物炼金技术的处理,带有不同的功效和特征 根据加入药材的种类不同 最终炼制出的药剂也会发生变化 可以多尝试不同的组合哦 好了,你去实际尝试一下吧 看来你对培育流程也熟悉起来了吧 嗯,后勤小队的骑士已经到了呢 他会定期提供新的物资补给 你们待会儿去找他聊聊吧 再之后就是你自由发挥的时间了 对啊,怎么变成了只有我们在忙里忙外 丽莎你的工作呢 我吗?当然是要确保小可爱能顺利掌握晶莹和炼金的技巧了 姐姐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哦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 荣誉骑士和他的侍从派蒙,你们好呀 后勤小队骑士弗里达向你们质疑问候 哇,我的大名已经远近皆知了嘛 不过侍从是什么啦,我是他的伙伴才对 哦,抱歉,不小心就掩用了流行小说的用法 你们的事迹可以说是传说一般的存在,真是令人羡慕 我也想成为四处冒险的游侠骑士,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有趣吧 是啊,我也是这么期待着的 无论如何,现在还是好好完成眼前的工作吧 我收到代理团长的指示,要全力支持你们的经营事业 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向我提出哦 最近新到了一批物资,请看看有什么需要哦 哟,你们好啊 好久不见 哇,是北斗和幽拉?原来你们两个认识嘛 哈哈,所谓相逢集市园,一回生两回熟嘛 我和这位北斗船长是在金浮港认识的 她到蒙德城采购物资,我就陪她四处走走 哇,幽拉居然会主动交朋友,我没听错吧 呃,我和北斗船长刚认识,还算不上朋友吧 只是身为骑士,理应热情好客 嗯?我们一路上聊得不是挺投缘的吗?原来只是出于礼貌吗? 呃,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之前多有冒犯 我想,你应该不会想跟我成为朋友吧 你还在意那点小误会啊?哎呀,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误会?你们在说什么呀? 哦,是这样的,前几天我的船队在金浮港暂时停泊 我就带着船员们去酒馆放松放松 结果酒馆里有人酒后吵架,眼看着要动手,我就过去劝架了 可那两人不听我的劝,硬要打起来 我就用了些方法,让他们冷静下来 这时候,优拉正好在巡逻 她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 咳咳,接下来由我来说明吧 前阵子,金浮港的码头陆续截获了一些走私货物 于是我们最近加强了巡查 那天我看到一群生面孔又是船员,担心有这方面的风险 就要求北斗船长出示进港许可 她当时没带在身上,让我自己去找港务人员核实 而我坚持要她随我同去,因此发生了一些不快 哎呀,你也是职责所在嘛 我那会儿多喝了几杯,语气也有点冲 后来她陪我回到船上,确认了文件,误会也就解开了 我有些过意不去,就说等回到酒馆请她喝一杯 结果坐下来就发现,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多 一直聊到酒馆都要结束营业了才离开 北斗船长说,第二天要再去蒙德城转转 我正好也要回骑士团提交文书,就结办同行了 刚刚我就想说了,既然你我以朋友相称,何必如此客气 喊我北斗就行 嗯,是我见外了 哦,回到骑士团,我就听说了你们在这里开店的事情 于是就和北斗商量,顺路过来打个招呼了 是啊,我也想看看蒙德的炼金药剂有什么不同 嗯,但我身体一向挺好的,海上要用的药物也买齐了 让我想想,有没有能安神助眠的药剂啊 嗯,北斗平时睡得不好吗 没有,我睡得可好了,躺下就睡,一觉睡到天亮 只是我有一位朋友,平时吃好喝好,但就是睡得不好 不知道是富贵病,还是天天想事情想的 你说的朋友该不会是 是啊,反正奇珍异宝他也见惯了,如果能彻底放松睡个好觉 对他来说可能更加稀罕吧 好,订单要求已经记下了 那就拜托你们了 调配药剂还顺利吗,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好,这下礼物也准备完成了 准备返程了吗?要回京府港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同行 嗯,逛了一圈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可不能让同伴们等急了 旅行者,派蒙,下回再见了,祝你们生意兴隆 也容我代表游记小队,向你致以谢意 那优拉呢,不需要再点什么吗? 嗯,同时做这么多药剂,我担心你们会忙不过来 陪等远道而来,还是优先完成她的订单吧 我这边需要的药剂就跟游记小队一起,后面再提交给丽莎好了 嘿嘿,尤拉很会照顾人嘛 嗯,是吗?可能总是被骑士团的大家关照 多少学到了一点吧 但我还做得不够 下次遇到争执的时候,应该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处理才行 是啊,你看,比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愿意跟优拉成为朋友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吧 就像卖畅地说的那样,风向是会转变的 嗯,谢谢你们,这份好意我也记下了 小可爱有什么疑问吗? 只要把药材放进炼金斧,按照步骤操作,就能炼制出药剂了 根据加入药材的种类不同,最终炼制出的药剂也会发生变化 可以多尝试不同的组合 小可爱有什么疑问吗? 这批药材经过了生物炼金技术的处理,带有不同的功效和特征 可以根据想要炼制的药剂培育对应的药材哦 小可爱有什么疑问吗? 具体要炼制什么样的药剂,就要参考市场消息了 姐姐已经贴心地将近期的市场消息都整理好了 你在货架那边就能看到了 小可爱有什么疑问吗? 有问题的话,要及时跟姐姐说哦 凅,太美了 做了 Wallach 《新鮮》 《新鮮》 《新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